高雄左營海軍基地 淮陽號飛彈巡防艦緊急出港 另外班超號飛彈巡防艦 永鋒及列雷艦陸續離港 前往戰術位置 中共對台軍演首度模擬 要港要遇封控 紅圈飆出基隆 台北 台中 高雄 台東 花蓮 都是我國重要商港和軍港 這時出現了網路假消息 有PTT網友在共軍凌晨宣布 軍演後發文 原指定昨晚十二點 到達台中港的中游LNG船 台達二號碰上共軍被迫掉頭 但被交通部駁斥 指機場港口正常營運 中游也強調所有船之間 如其運補 這是網路錯假訊息 國安人士分析這個PTT帳號 六月起頻繁發布 反民進黨相關貼文 極有可能是盜用帳號 配合對岸軍演發假消息 這些能源運輸等等 完全都要依賴海上 尤其是現在我們強調這個綠能 我們儘可能需要大量的像天然氣 這些沒辦法儲存 所以它必須依賴每天的航運 所以我們的海軍 例次其實對於這個開闢海上交通線 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視 要維持一個安全的航道 據瞭解像是煤炭石油等戰略物資 數量最少都有五個月以上 天然氣則有十四天 萬一兩岸開戰 電氣消耗減少 可使用一年以上 若爆發戰爭 臺灣遭封鎖 大型船隻無法接運 可能會以頓位較小的船隻 載運武器等物資 兩百二十個小型漁港 就可發揮效用突破共軍封鎖 中國軍演出現 對我重要港口的封鎖盤算 要全封沒那麼容易 但我方兵推 是必要料敵從寬